来关注一下纽约地铁枪击案的后续消息 12号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地铁站发生了枪击事件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第一时间关注了这起事件 截至目前这起事件造成的受伤人数又有增加 至少有29人受伤 事发地是在纽约人流密集的地铁站 这也是让附近的居民十分的震惊 一些乘客对此更是感到焦虑不安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当地时间13号纽约警方宣布布鲁克林地铁站 枪击案的嫌疑人弗兰克詹姆斯已经被逮捕 据了解詹姆斯已经被指控犯有恐袭罪 并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警方表示他们通过现场遗留的枪支 租用的货车等线索锁定了詹姆斯为本案嫌疑人 并发布了通缉令 那在接到献报后 执法人员在曼哈顿将其逮捕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及中国公民在纽约地铁站 枪击事件中的伤亡情况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 根据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消息 有一名中国公民在纽约地铁枪击案中受伤 总领馆已经联系其家人 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稳定 其实不仅仅是枪击案 纽约市警察局最新数据显示 自去年放宽防疫措施以来 纽约地铁暴力犯罪案件不断增加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尽管纽约地铁的载客量 目前只有2020年疫情爆发前的60% 但地铁暴力犯罪却不断增加 纽约市警察局最新数据显示 仅在今年3月 地铁犯罪案件就比去年同期增加55% 达到180起 而今年1月更是高达198起 当月一名40岁亚裔女子 在纽约市中心的时报广场地铁站 被一名流乱汉故意推下站台后身亡 为改善地铁安全问题 今年2月 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 在时报广场地铁站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地铁系统安全为重中之重 承诺整顿地铁安全和秩序 然而就在该计划宣布几天后 就有6人在地铁中被刺伤 另1人在一座地铁站里被推下台阶 并遭锤子袭击 纽约地铁向来是暴力事件多发地 而受疫情影响 美国失业人口激增 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大幅增长 更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 按照每日邮报说法 纽约地铁犯罪案件增加的原因包括 美国刑事司法改革对法官约束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加以限制 以及一些地区对轻罪不予处理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